君姐是距离电话屏远的 他干嘛要坐这么远 用耳机 今天晚上讲了一个非常特别的 就是电脑风水 我们等一下才开始 还有大概5分钟 等朋友陆续进来 我们才开始 今天晚上如果是有一些朋友 他们不会用Zoom 要上Facebook看也是可以 William Cole没有关系 不开镜头迷思 但是 如果其他的朋友方便的话 开镜头会更好 我刚刚看新闻了 这个新闻去年亏多少钱 你懂吗 亏43亿 你们没有听到我讲话 有 是亏43亿吗 我看一下 那也就是说你看一年没有飞 那我们要做很多被子 不是做一被子 做很多被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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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亿 没错 亏43亿 一年停飞 那你看 如果疫情再继续下去 那不得了 有什么办法 三天吃 三天吃 三天吃杯 有 有办法 我们多祝福 是 老师 下个星期三是佛丹 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祝福 老师 下个星期三有什么特别祝福 什么意思呢 下个星期三是佛丹 佛丹 我听到下个星期三怎么办 是佛丹 佛丹 明白 好 那我们佛丹 请魏赛杰 全部一起集中在 全世界全部集中在一起祝福 好 可以 等一下 明天老师发讯息 发讯息 我们也出一份勉励 那就是一起祝福 那个不是勉励 一小小 一人一个勉励加起来 那就是很多力 就是万里长城 OK 勉励 万里长城 俊杰 OK 非常好 好 我们等多一下子 58分 还有两分钟 我看到那个 Lekim 你好 Lekim 今天是用手机 还有Jasmine 也进来了 然后还有一位 Oppo OA5 是谁 M老已经来了 我没看到 我只看到你后面那朵花 你那朵花大过 大过 有花造的真好 有花造主 那你要拿一张钞票在那边 摇来摇去 叫做有钱花 你看我戴眼镜好看吗 你看一下 你在哪里 好看好像老师 戴了眼镜一定要来学我们的能量 做能量师 Alice戴眼镜好像部长 有点像教育部长 或者是校长的味道 不是吧 所长 这个午夜是吧 所长 米蜂进来了 然后我也看到 Elena 欢迎你 为什么 Legume Legume 刚才你掉在墙壁上 现在正常 老师 来 米蜂你好 你好 我们才在讲 米蜂进来 很久没有听风水讲座了 每个拜三都是问问问 问到没得问 对 我拿过去 我问了几个人 听不到 我问去几个人 听不到 我问去几个人 听不到 你说什么星期三是几个人问是吧 问到问去 我们几个问 还有那个叫接力赛吗 你要问到你们没有得问 其他人就开始问 每个里面都要预备 漂亮吗 没事 没事 好 好 好 几个人 我说几个人问 几个人问 他是他的朋友 因为他是做房屋的 做房屋的 好 我就跟他讲这个风水 我跟他有帮助 不止风水 能量 那运气越弄越好 那屋子 不好意思 Ken 是这个房屋的经济吗 对 那能量好 那个屋子越卖越多 好 谢谢 谢谢 好 又啊 又啊 阿堅 阿堅 新发型 你气洋洋 我帅了 刚刚去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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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娘子来了 新娘子来了 恭喜 要来了 要来了 欢迎光临 那我们现在又到回我们讲风水的这个时段 非常欢迎大家 然后凯文老师你帮我admin其他的人 那我现在要开始讲 大家有看到这个powerpoint吗 那大家帮老师一个忙 如果你们有Facebook的话 你们去Facebook 然后你们打老师的这个Facebook 当户号码 就是Facebook.com 然后一个slash风水mentor 然后你们去帮老师 这个喜欢还有follow 然后更重要更重要 你帮老师分享给更多人 分享给powerpoint好不好 然后你懂讲师的话 就是越多人听越有动力 对不对 那老师非常感谢大家 时常到老师的Facebook 然后去点赞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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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麻烦你的小手指 多帮我按一下share 就是分享 分享给更多人好不好 谢谢各位 那今天的课题的话是比较特别 今天就是电脑对风水的影响 那我们讲说风水是90年代的产物 那以前我们讲传统 传统里面基本上是没有电脑 你们也知道的了 但是由于电脑它本身也是电器的一种 它跳不出五行 跳不出五行 那所以说在运用在风水上面 它也是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的影响 尤其是现代人来说 基本上离不开电脑 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家 是哪一年起 有第一家电脑吗 谁记得你家的第一家电脑是几时开始有的 我12岁的时候 你12岁是几年了 我也不记得 你12岁 应该是2000年左右吧 你22岁 那不止 那我们家的电脑应该是在95年就有了 好 那我们讲说那个电脑的话来讲 以前的人呢 就说用不到 就是老一辈了 用不到 那是年轻人的事情 但是现在的话来讲 这个电脑非常非常的普遍 那今天如果你不会稍微用一点点电脑的话 那基本上就有一点落后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一部微型电脑 就是你的手机 对不对 现在的手机的功能呢 跟那个电脑基本上都不相商下 尤其是很多的这个app发明了之后 所以说电脑对这个风水 或者对我们日常生活来讲 是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工具 然后当然 它因为对这个磁场 因为它本身也是有能量的 因为它对这个磁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所以说风水来讲 基本上都是有关于磁场 所以说任何会影响到磁场的这个变动的 任何的物件的话呢 基本上它都在风水的范畴里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讲说这个电脑 那家里面以前都是会用这一类的电脑 就是我们所讲的桌面型的电脑 那现在由于很多的人 他出门在外他都需要打开他的电脑 给他们的顾客或者是给做他们的一些email 或者一些文件 或者就是在随时随地可以上班 所以说他们就用这一些移动式的这个电脑 个人电脑 那今天不管你家的或者是你拥有的是这种桌面的 或者是这一种可以移动的 那基本上在风水上都有它一定的这个影响 好不好 那如果是你们家里两种都有的话 那恭喜你影响更大 对不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我们讲电脑的迷思 迷思就是我们讲一些比较不清楚的这种的想法 叫做迷思好不好 那第一种 那有人问过老师 老师啊 我数码是不是不能够用Mouse Mouse是什么 就是鼠标嘛 有没有 那为什么他数码不能用Mouse呢 因为你懂哦 12生肖 马相冲的是什么生肖 数鼠嘛 对不对 所以有一些人的话来讲 他就会就是很避忌 这个鼠标 这个Mouse 然后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呢 那老师跟你说 别顾忌太多了 真的不用顾忌太多 那一天 不懂是Datos Lee呢 还是那个Albert 问Alfred 问老师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 那个什么问题了 那天说 也是 也是关系到这个五行相冲 或者是生肖相冲的东西 那比如说有一个人 他是属火 好不好 那我们讲 火跟什么相冲 跟水相冲 那是不是注定了 他这一辈子不能够冲凉 那肯定不是嘛 明白吗 那我们讲说 哪怕了 真的是有人不冲凉 那一些活在沙漠里面的 是没有什么机会冲凉 还有那些埃及 那个什么 Eskimo Eskimo中文怎么说 埃斯基摩人 应该是吧 Eskimo 那他们一辈子 基本上也没什么机会冲凉 所以他们都属火吗 不是啊 对不对 那同样的了 今天如果你是属土的话 那属土的话来讲 就是我们讲 不能用金属的东西 不能用金属的东西 那你吃饭你就用手哦 那你一辈子了 就是只能够用 plastic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的东西 那有时候 真的是不用去 顾忌到那么细的东西 了解吗 那如果是说真的 你把风水 或者一些 这边听的那边听的 弄到那么细的话 真的你会很难过 你会很难过 有没有 比如说 你可能时常看到 你的同事或者朋友 一年365天 都是穿红色的衣服 为什么穿红色的衣服呢 因为我 他跟你说因为我属土啊 我属土的话 那个火旺土啊 所以我一辈子都要穿红色的衣服 那如果是去人家的商家的话 商市啊 那穿什么颜色去 对不对 所以说今天 如果你把风水弄到这样细的话 其实日子是很难过的 好不好 然后也就是 老师要跟你 要跟你分享的了 就是说 数码的可以用鼠标 绝对可以用鼠标 那如果是说 你真的很怕的话来讲 那你鼠标的颜色 你就买红色不就好了吗 红老鼠 那我们讲红老鼠红色 红色也是代表火 了解吗 那你如果你不要红的话来讲 那你就去买什么颜色 去买这个 这个青色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木生火嘛 你可以去买青色的鼠标 或者买红色的鼠标 那不就好了吗 明白吗 所以说那个我数码 能不能够 是不是不能够用Mouse No 否决 了解 好不好 然后第二个迷思 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我五行数水用电脑可以吗 真的 有人问老师这个问题 我五行是数水 但电脑是电 那我会不会跟他相冲 那我讲说你用电话 你还不是在用 那你家里开电灯 你不是在用 那哪怕你不开电灯的话 你点蜡烛也不是火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也否决 了解吗 那如果你真的很怕的话来讲 同样的你可以去把那个电脑找 找那个适合你的颜色的电脑 那不是好了吗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说再看一个下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时常有人问老师了 车子要买什么颜色 当然了 今天我们不讲车 那我们讲电脑 电脑要用什么颜色好 好不好 那如果是老师来说的话 在如果你真的是有顾忌的话 那你可以买旺的颜色 或者你自己五行的颜色就好了 对不对 那你如果不知道你什么五行 我记得去年嘛 老师应该是有讲一个五行行业 对不对 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发过 你们的生日给老师了 就是让老师帮你们算你们的五行 同样的如果是你们需要 这个老师帮你们算你们的五行的话 那你们可以这个send whatsapp send whatsapp 我的电话号码你记录下来 9232 9232 0701 好我再讲多一次 9232 0701 好吧 那你可以把老师的电话 记录下来 然后你send whatsapp 然后send什么呢 你把你的生日send给我 记得年月日分时辰 好吧 你把你的年月日还有出生的时间一起传给老师 那老师才能够计算你的五行是什么 然后跟你说了你适合的颜色是什么 好吧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所以说老师帮你算的这个五行的话基本上就是可以用在就算你买新的车子也是可以 好吧那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成罚字的话都是不会变的 每个人生成罚字都是不会变 那你的五行也是不会变的 并不是说2021年你属土 2021你就属水了 没有这回事的 所以说同样的这个老师帮你算好的颜色给你的话 那是可以用一辈子的 那用在什么地方呢 那下来还有一些的讲座 那可能也会有讲到一些颜色的东西 那你们就多注意 所以说老师的这个风水讲座是在每个星期三晚上的九点钟 好那我们来看 一般上那些人问老师的就是这几个问题 那你们对于电脑上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现在可以问老师一下 我可以回答一两个问题 any question anybody 没有 好那我们就继续 好那我们来看下一张会是什么 那我们讲下一张会是 有一些生效 是不适合时长或者是长时间坐在电脑前面 好吧 然后我们讲说这一些生效了 如果长时间坐在电脑前面的话 就很容易会有什么问题 眼睛干啊 甚至头痛啊 然后还有什么肩膀酸痛啊 再不然就是这个站起来 那个腰就要断了这样子有没有 好不好 有几个生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那当然你等一下不要看到了 哎呦 没有我的生效 那你就一天到晚从早报到晚 也不要 因为毕竟长期的这个坐住的话是会影响到我们健康 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有什么生效 尤其是你家的小孩 如果是在玩电脑游戏的话 给他们规定一个玩游戏的时间 他不能够啦 属老虎的朋友很容易就有刚才老师所讲的那些的问题 下来是什么 就是 虎子 猴子 还有属鸡的 这四个生效的朋友的话 那就是不适合 看老师写上面 不适合酒用电脑 不是不适合用电脑 好不好 现在没有不适合用电脑 好不好 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用电脑 尤其是你是这四个生效的那些年轻人的话 有哪一个不会电脑 每一个都会 但是不要太长的时间对着电脑 刚才老师讲的 眼睛干 肩膀酸痛 肩膀酸痛 哪怕你是18岁20岁 也会肩膀酸痛 腰痛 好不好 因为时常坐住的话 血液会不循环 那甚至严重的还可能头痛 好不好 所以说这四个生效的朋友 一旦发现到 这个你需要做工 用比较长的时间的话 你可以分阶段 分阶段 每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上来活动一下 然后才回来做 好不好 尤其是最近疫情 每个人都 都机会很多了 就是在这个家里办公 家里办公 所以说 这个在家里的话 你会更自由 一点 所以说 尽可能的话 就是 避免长时间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一个是什么 下一个就是 电脑要放在什么位置 现在才有很多人 就放了那一个冲煞 叫做门冲 有没有 也就是说 今天你把这个电脑屏幕 放在大门 那如果你坐在上面 办公的话 那电脑 你这样在大门 是看不到电脑 但是看到你的后背 如果是看到你的后背的话 那就是在冲你 对不对 冲 我们讲门冲的话 冲久了之后 那你的身体状况 肯定就会下降 而且呢 不止身体状况 那还有你的财运 还有运气都会下降 那如果是说 今天你不在这个桌子办公 那就是荧幕对着那个大门 如果你是用laptop的话 你还可以把它盖上 但是如果你是用monitor的话 那个desktop的话 你就没办法盖上 对不对 那就会形成一个 我们叫门冲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 是对家里的这个财运 整体上是没有帮助的 而且也会影响 家里面的人的一些感情 感情的一些问题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要怎么样去解决 这个解决的话 你只要一位就可以了 也不用去解决 不用再去买一些什么东西 放这里放那里 不需要 那你只要了 可能就是说 桌子稍微一偏一点 不要对着大门 那家里 肯定还有别的地方 是适合办公的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电脑不要对床 你们都知道了 那如果是说电脑的荧幕的话 其实它的效果是跟电视机差不多的 跟玻璃是差不多的 如果是对着床的话来讲 又是同样的 如果你是laptop的话 到问题不大 但是如果你是desktop的话来讲 那今天老师是找不到照片了 老师就放这一张 这个叫揽名桌 就是不愿意起来 有没有 直接把那个小桌子推过来了 可以吃早餐 还可以办公 但是如果是一般上的话 它是我们所讲 你的办公桌 它可能是在床边 或者是床脚 反正这个荧幕是对着你的床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在风水上 也是有犯了一些的 我们所讲的风水的杀气 好不好 然后如果是说你今天 这个荧幕是比较大的 你是desktop嘛 monitor是比较大的 那个desktop现在甚至有 那种弯的有没有 很大个的弯的 又或者是你本身 是说有投资的 你一个monitor不够用 可能你要有三个monitor的 那个显示屏 荧幕的 那个的话来讲 直接对着你的床的话 那问题就更大一点 好吧 那会影响什么 那会影响你的这个运气 也会影响你的这个健康 好吧 所以说这个尽可能的 这个电脑 如果可以的话 电脑还是不要放在房间 会比较好 如果是说你自己要办公 你要这个玩游戏 或者是做一些什么 私人的东西的话 你可以在睡房外面做 但是如果你是单身的话 那无可避免 那你的电脑总是在房间里面 但是也尽可能不要对着床 不然会对感情方面的问题 会出现一些不好的影响 好吧 然后如果是说 那个desktop的话 就是那些折叠式 可以移来移去的 逢是没有用电脑的时候 你就把它盖上 连续一些在桌台的那个大个的话 那我建议如果真的是对着床的话 你就睡觉之前 你拿一块布跟它遮上会比较好一点 好吧 其实它的效果是跟电视机的荧幕 或者是静止是一样的 好 ok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睡觉的时候 电脑不要靠近床 这个尤其是什么呢 尤其是我们所讲的那个桌面的 桌面的它不是有一个CPU 有一个那个叫伺服器 server 然后如果是说你床边就是你的书桌 你床边就是你的书桌 尤其是小孩 尤其是小孩 我们更加不要 这个直接它的书桌旁边 就是那个睡床 好不好 如果是已经是这样子的格局 没有地方的话 要怎么办 那我们来看OPPO 举手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OPPO A5 2020 举手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没有 没有就可能是按错 那老师继续 刚才讲到什么地方 我们讲到那个书桌在床边 如果书桌在床边的话 你的那个CPU 你的server尽量不要靠近床 不要靠近床 为什么 那这个老师有顾客的话来讲 他们是在办公室 在办公室 然后他们是大机构 大机构他们用很多电脑 在他们的办公室里面呢 都有这个东西叫server 大型的server 好不好 然后坐在server旁边 这一带的很多的都时常请病假 请病假 甚至严重的在那边坐上好几年的了 到最后了都会出现了这个我们所讲的肿瘤 这种问题 好不好 为什么 等一下老师会跟你说 所以这个 所以小孩的话 同样 小孩在房间 就是 做他们的功课 用电脑 那我们尽量不要这个书桌 靠着这个床边 好不好 OK 这个是会影响 直接影响到健康的 然后我们说 再来看一下 那为什么 这个电脑不能靠书桌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有关系到电磁辐射 好不好 电磁波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好不好 这个电磁波 那这个是在网上找到的 然后他这边 就是说这个 电脑 他有这个低频率 跟那个 另外一种 radio frequency 叫做EMR 好不好 然后他说 这两种 这个电磁射 是有 这一些对人体的伤害 好不好 然后呢 它会严重到 什么情况呢 它会严重到 可能会导致癌症 或者 这个 严重的疾病 心脏疾病 好不好 如果你要去详细了解的话 你们可以到这个网站去 你们可以去这个网站 好不好 这个网站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emwash.com 好不好 然后你看 这个我们讲电辐射来讲 记得记得 电辐射 你一天是不会辐射 不会射你会死的 没有的 even 那个核电厂漏电的话 你也不会隔天死的 不会 那我们讲 核电厂这么严重的 你可能是一个礼拜才死 好吧 那我们讲的电脑 电话 这些的低 这个 低磁的 这个辐射的话 它不会让你一个礼拜死 但是你用电脑 它不是一年 不是一个礼拜 不止十年 甚至是更长的时间 哪一天你的身体稍微 抵抗力弱一点 它就来 它就来报仇 了解吗 所以说 这个电辐射的话 是我每个人都要避免的 那老师怎么办 现在电脑 又不能够避免 但是它又会有电辐射 老师会教你方法 另外 你们要注意的 就是 你们不是有手机吗 要手机 你们在睡觉的时候 不要充电 然后放在你的床边 因为那个手机 充着电 放在你床边 那个电辐射是最强的 好不好 你们谁最没有乖的 然后晚上睡觉 就是冲着电 放在床头了 有没有 没有 还好了 然后还有什么呢 就是那个 我们讲说家里不是有那个电插头 对不对 然后你又有多一个extension 又多一个extension 然后七八个 那个插座 插在上面 有没有 那个也是会 所以你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们讲在风水上面 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帮助你们 把这样子的一个电辐射 给化解掉的呢 其实是有的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黑电气石 黑电气石 黑电气石 黑电气石英文是叫做 Black Tourmaline Black Tourmaline 好不好 然后如果是说 你去那个叫做 Tiffany 卖珠宝的 卖珠宝的 卖珠宝的是没有卖 Black Tourmaline 他们卖的是 其他的颜色的电气石 比如讲 粉红电气石 好不好 但是那个他们卖的珠宝级别的是透的 就是很透的 就很像你们买钻石 有一个5C 对不对 其中一个叫 Clarity 好 那电气石 如果是达不到那种标准的话 那他只能够 价格就不会太高了 好不好 但是在恰恰好 他是在用来防辐射方面 是非常好用的 尤其是我们的手机 还有电脑的电磁波 还有就是我们的电插座 电插座的电 这个会释放的电磁波 那我们讲说 这个黑电气石 或者是粉色的电气石 都能够很好的 帮他化解掉 或者吸收掉 这一个电磁波 好不好 然后去哪里买的话 那老师的office有很多 那现在是没有 现在是没有开了 如果改天你们需要的话 你们可以到老师的office那边去看 好不好 这个他不是一大片石头 他大概就是5个cm那么小而已 然后他是看 你的这个电磁辐射 严重到什么程度 那你就买博大的 就是这个样子 一般上小孩子的这个 这个laptop 那一片到两片放在旁边就够了 好不好 这个是对化解电磁辐射 是非常非常有大的这个作用 跟这个效果 好 那我们再来看 还有你的电脑 尽量放远离远离远离 有水的地方 好 这一边的话来讲 会有一些 我有一些顾客 他们问我 老师啊 我的这个朋友 他的师傅 叫他这个电脑旁边 要放一杯水 那我讲 放一杯水来做什么 他讲 不懂 他的师傅 就是叫他要放一杯水 那我说 这一杯水 可能他刚好那个位置 那个方位 可能是属水的 或者是属木的 可能那一杯水 是其他的作用 不一定 就是因为 那个电脑在那一边 要放一杯水 了解吗 好不好 然后反而的话 那电脑是电器 对不对 电器的话 我们更要远离水 那当然 现在的有一些 laptop 它是防水的 你倒咖啡在上面 它也不会坏 但是还有一些不是 对不对 那你如果 你这个旁边是鱼缸 或者你 这个桌子上 有很多 其他的一些水的 这种的 这个器具 如果不小心打翻了 那里面的资料 全部都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如果是 在风水上面的话 尽量远离 这个有水的地方 当然 也是避免 这个水火相冲 那如果是真的 出电了 漏电了 那就是另外的 一个大问题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什么 东西要注意 还有 就是这个 也是关系到能量的 就是你们的电脑的 Scream Saver Scream Saver 就是互平图 互平图 如果可以的话 就放一点 这个 喜气洋洋 你看他会开心的东西 又或者是一些绿色的 绿色 因为绿色对眼睛 这有起了一点保护的作用 好不好 那你不要 就是放一些 我们所讲的那些 就是我们所讲一些 比较不吉利 或者是比较不好的意思的 不是不好意思 就是那些意思 比较不好的 这样子的一些图画 了解吗 好不好 不是不好意思 是意识不好 意识不好的一些图画 比如说了 这个有一些小孩 就是 可能写 I don't want to live 我不要活了 那你每天 看我不要活了 那不是很乖 还有一些小孩 就喜欢放什么呢 就是一些 我们所讲的 比较 邪恶的那些 动漫 漫画 那些的图画在上面 那个也是比较不好 还有骷髅头 骷髅头 你们知道 为什么年轻人 这样喜欢骷髅头吗 是不是大人 这个年纪大的 比较不喜欢骷髅头 骷髅头你们懂吗 Scar 小孩子 不要喜欢骷髅头 想知道的话 下个星雨三老师 告诉你 今晚刚好讲电脑 没有讲那个 好 那我们再来看了一下 那那个 我们讲的 那个 荧幕的话 你就找一点 喜气洋洋的 比如说你今天是 那个 做金融的 那你肯定可以放 你的偶像的照片 对不对 那你如果今天 是做 其他的行业的 然后你也 可以放他们的 这个照片在上面 好好 老师教你们一个方法 教你们一个方法 这边家里 有没有小孩 要用电脑 做功课的举手 看一下 才两个 要不要教 OK 教你们 教你们 有三个 三个 好 那四个 OK 好 那如果是说 你今天有小孩 有小孩在用那个电脑 读书的话 或者做功课的话 那你们依照他们的年龄 依照他们的年龄 他们的下一个 那个阶段的 这个学业 比如说你现在 这个孩子 他是读小学 读小学 他就用那个电脑 然后他的这个 互评的图 就是Stream Stable 你可以找 现在全是小孩 都用电脑 是哈 OK了 我那个 那个年代是用毛笔 我们的HBL开始了 好好好 谢谢Elaine 刚才我讲到哪里 比如讲你的小孩 现在是读小学 小学 那你就找一张 你 就是我们讲说 你他心里面 或者是你觉得 你要他进去的一间 出名的中学的照片 会听吗 新加坡是不是中学 有名校 有没有 有哪一间 老师很久没读中学了 你们给老师知道 新加坡中学 有哪一间是名校 Steven 你不要笑到这个样子 来赶快跟我讲 还有竹尔 竹尔 打开你的声音 跟我讲 名校新加坡 有几间中学的名校 RI 德鸣 德鸣 还有呢 海星 海星 是 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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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星星 好 好 老师听到了 RI 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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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那这边有没有 马来西亚朋友 跟我讲一下 马来西亚中学的 明星学校叫什么名字 很多 好 来讲三个 三个 如果是独钟 就宽柔 独钟是宽柔 什么叫独钟 就是 我们叫做 宽师 独立宗学 宽柔 然后就 马六甲的 培关 马六甲的 但是如果 到槟城 就不能给他 去马六甲 太远了 那么 全国的十三州里面 都有 都有 独钟 都有名称 独钟 OK 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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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 叫 崇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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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非常棒 那 所以 那些 父母亲 那 那 就有政府的 叫 金银 他们叫 Skola 娃娃 Skola 娃娃 Skola 那个 就 好多 好多 都很出益 好的 那在视频里面呢 如果是说你的孩子是中学 这样子的话 那就 对他们的学业是非常有帮助的 明白 不要一天到晚 那个荧幕就是放那些 我们所讲的动漫 动漫的人物 Pokemon 那些是没有用的 了解吗 你放了 你放了 那个 他们 以后 要 去读书的 这样子的一个学府的照片 那个就是非常有帮助 好不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平安 好 这个Facebook 也是有人 老师去跟他们打个 Hello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还有的话 除了图画的话 你也可以放一些 我们所讲的这个 激励的话 激励的话 比如说你看这个 为梦想 释放理想 是吧 不是不是 为梦想释放狂野 这个也是挺好的吧 对不对 所以说一些 我们所讲的语录 语录 你觉得是那种 可以激励你的语录的话 那你就把它写进去 把它这个找图片 把它给放上去 就是每一天 接触这些正能量 基本上的话 都是会有很好的效果 明白吗 好 然后老师今天看到 有一句话 讲得挺好的 就是 不要因为 年纪大 而不开始 开始做什么 你们自己想 不要因为年纪大 而不开始 重要的是 开始 听到吗 是不是很深 没有啦 就是说 重要的是开始 不管你年纪多大 有开始就有一个期待 如果连开始都没有的话 那就完全没有了 这个老师觉得挺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 有啦 就是说电脑的话来讲 这个护平符 放好了之后 那我们讲说 最好最好 今年今年 这个电脑的方位 要放在哪里呢 放在南方 如果你是做公用的 做公用的 如果是说 可以的话 放客厅 如果 有你自己的书房的话 那就最好 放在书房的南方 好吧 那如果是说 没有办法 只能够放在房间的话 那你就放在房间的 南方 记得不是 脸向南方 就是你 站在这个 这个客厅啊 或者是你的房间的中间 然后你去找 那个南方出来 你就坐在那边 电脑就在那边 就住 好不好 好 这边大家会明白吗 这个是给那一些 办公用的 办公用的 这个是可以 这个电脑在那边的话 是可以帮助你的失业 帮助你的这个生意 好不好 现在还有人进来 好 那如果帮助学业呢 帮助 这个学业的话 你们注意看 是放在 西方 这个只限今年 2021 明年就会有别的方位了 老师明年才跟你们讲 那我们讲说 一年一年过得很快 现在又五月多了 我才刚刚 好像刚刚才跟你们讲 十二生肖 讲那个过年的十二生肖 现在又 又进了五月了 哇 时间过得太快 好吧 这个是给小孩子读书 或者是你本身 也是要考试啊 或者你本身呢 要教一些什么作业啊 OK 那你也是可以在 你客厅 你房间 你的书房 把你的电脑 放在西方 那对你 所要教的 或者孩子要做的功课 都非常非常有 很大的帮助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看一下就没有了 就完了 那今天的讲座了 就到这边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去老师的 这一个Facebook 等一下 去老师的这个Facebook 那Facebook了 Fungshui Mentor F-E-N-G-A-H-U-I-M-E-N-T-O-R Fungshui Mentor OK 然后去喜欢 Follow跟点赞 然后如果是说 你今天的朋友 没有进来的话 就是没有进来听 但是他又想听的话 那 你可以 就是叫他去老师的 这个Facebook 然后再重听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 老师现在开放时间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老师 有没有 老师 来 我想请问你一下 那个吉祥物 对门口 可以吗 吉祥物对门口 可以 但是你要看什么吉祥物 比如说葫芦兽 就不能对门口 只有福禄兽而已 还有其他的 还有那个 任何的吉祥物 只要有金银财宝的 都不要对门口 如果水晶呢 水晶没有关系 水晶的话 水晶的话你要看 如果他是那种 我们叫做水晶竹 水晶竹那种 就是那些一支一支的 一支一支的 很像那个大白沙 水晶洞 水晶洞不是尖尖 如果可以的话 就不要对着大门 为什么 因为我们讲尖尖的话 它是会破坏气场 但是今天我们讲 每个老师他教不一样的东西 那我教的是这一个 因为逢是尖锐的东西 对着大门 就会破坏 这个进来的气场 我们现在也 好不好 乌龟呢 乌龟的话 是不用对大门进来的 乌龟的话 放在健康位 健康啊 乌龟的话 放在健康位 那么那个 皮秀呢 可以对大门吗 皮秀可以对大门 皮秀要对大门 或者窗口 他才能够帮你招财 好像你看 那个很多人家里面 不喜欢放那个 一帆风顺 一帆风顺 你懂吗 翻船 林姐 我说一帆风顺 你懂不懂 船啊 船 船有分的 有分空船 跟有东西的船 如果是你的船里面 有金银财宝 就千万不能够 向着大门出 如果你是空船的话 你就要 这个向着大门出 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叫做满载 而什么 而龟 对 所以如果是你的船上面 有金银财宝的话 你就必须他向屋内 不能够向屋外 然后那个 那个什么 老师老师 我是秀方 秀方你等我一下 好 来秀方你说 你刚才说那些 有钱财的东西 不可以 对着大门 但是没有正对着大门 OK吗 没有正对 OK 就是讲说在屋子的两边 我们讲 对着就不可以了 写一边 ok啦 可以 对吗 OK 好 谢谢 来 其他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老师 老师 老师那天 你有讲说 如果是那个 主人的那个 那个主人的五行不和那大门 你说放那个五地前不和的话 放的会不会是更好 不会不会 因为那个五地前只是要改方位而已 然后方位已经对了 就不用再放了 如果是说屋子的话来讲 它是一般上有分 比如说是新屋子 它要装修的话 可以放这个五地前 在屋子某一个角落 那个会带望整间屋子 然后就是如果是说是大门 方位不对的话来讲 那就放在门口 那个又是不同样的作用 因为一个我们所讲的铜钱 它有很多不同样的作用在风水里 好 还有水 美风 美风来 我不明白你所说的 像说空屋子要在装修的那一刹那 就是那个五地前是在埋在地下里面吗 还是 不需要一定要埋 就是说你看 这个新屋子的话是没有人住过 是我们讲人气没有 人气有财气没有 这个运气 就是也不是 它不像有人住过的屋子 那比如说你看 有一些的人 他住了一间屋子 然后我们讲说他搬出去半年 一年甚至两年 看到回去那间屋子的话 里面就是我们讲的生气没有的 OK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也就是说很多新的屋子 刚刚建好的话来讲 那没有人住过的屋子的话 它里面的气场 如果会风水的话 我们是需要做一些东西 把它给 它的整个那间屋子本身的气场 给摆动起来 OK那五地钱是客厅的每个角落 房间的每个角落都要放 不是不是不需要的 要看那间屋子的方向 我们才可以给它 这个不同样的 这个叫做方法 不是每一间屋子都需要放 那个五地钱的话来讲 它有很多的作用 那五地钱的作用 它可以花沙拉 五地钱 它可以就是 布一些我们所讲的风水局 或者风水阵 又或者它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作用 好 明白 谢谢 好 其他同学呢 还有什么问题 老师 来 国梁先 请问一下 好像假如我们房间 有装那个sealing fan 会影响什么东西 sealing fan 只要它不对着你的床 不是在你的床上面的话 就影响不大 如果是对在床 直直对在床上面的话 它就会影响你们在睡觉的时候 会影响你们的这个能量 或者气场 或者简单讲 就是你们的运气 它会导致运气比较反复 实好实坏 实好实坏 国梁 听得到吗 听到 然后要怎么办是吗 怎么办的话很简单 不要开 不用拆的 不要开就可以了 谢谢老师 是它的这个风扇 它在转的时候 它会形成一种漩涡转 了解吗 它会形成一种漩涡转 那个就会影响睡在上面的人的这个气场 OK啊 好 Alice来 什么问题 我有问过你 你讲招财猫可以向大门 招财猫本来就向大门招财的 招财猫上面也没有元宝 所以它是招财进来 招财的 招财猫 好像是 是它另外一只 另外一只手 有拿元宝一只手招财 也是一样 没有关系 招财猫反正它的工作 就是向大门招财进来 好 谢谢老师 好 招财猫 Anything Alfred 老师 请问你 刚才讲到招财猫对吗 对 假如是招财猫 刚好招财猫 那个方位 是不好 会不会有所影响 我知道 Alfred问的问题非常好 我是不是 就是 我们讲财招不进来 招到一些不好的 那要看 就是 那个老师 对这个吉祥物 有没有 就是帮他 就是做好 我们所讲的启动 了解吗 那今天的话来讲 比如说 你的招财猫 有经过正式的 一个启动的 一个程序的话 他的工作就是 招财而已 所以他不会去招 不是财以外的东西 进来 他没有看到阿飘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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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怕 或者那些 如果你在外面 就是我们所讲的 店里面也好 路边摊也好 其他的地方也好 你看到某一个吉祥物 你就买回来的话 那是绝对不行的 为什么 因为你买回来的话 我们讲说他没有 一个真的一个作用 明白吗 如果你是摆设品 OK 如果你要他是可以帮你 这个 起一些招财 或者招福气 招运气 健康 方方面面的 他必须要经过启动 明白 谢谢 不会 老师老师 你刚才讲说要启动 要怎么启动 你等一下 然后有一些 在Facebook 有朋友问 就是说 如果是刚刚 刚刚说装修前要启动 如果政府铺了地还可以吗 那我们讲启动 未必是在地底 它可以是在地上 了解吗 那我们讲说 以前 就是 不是以前 even现在都有 就是会在屋子地下 埋一些东西 埋一些东西 对不对 但是我们讲 埋的东西的话 你要看是私宅 是有地住宅 或者是高楼 如果是高楼的话 你挖多几扯的话 你可以看到你邻居 Hello 也挖不下去 你明白吗 所以有时候 不一定是要铺在 不一定要放在地里面 它可以放在地上 好吧 但是如果是私宅的话 有地住宅 那就很容易 你挖个十扯也可以 明白 秀芳你讲什么 我说你刚才讲 那个招财猫 要启动 要怎么启动 哎呦 那不容易 你看到人 什么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我可以帮你启动吗 真是的 没有 不是 因为我家里有招财猫 但是是以前买来摆设 然后我跟你讲说 要启动吗 所以我就要问你 要怎么启动 因为我买 差不多有20多年了了 明白 那启动的话 你早一天你把它带去公司 老师帮你启动 这样 或者你把老师带去你家 然后去你家启动 就两种而已 OK 这样把你请来家里 你算了吧 你把它带过来容易一点了 没有 这样还有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的正门 门口开门 是对着墙壁的话 会怎么样吗 对着墙壁的话 它要看多近 有没有超过这个六扯 六扯 不知道了 没有量过 你家 你家没有 有 我开门就是墙了吗 没有 你家 你家一开门 都是 没有整补墙 就是有 有墙壁 有 谁的家门口没有墙壁 你讲过 要么就靠近的 要么就很远的 你家的不会 停 OK 等一下你再拍给我 现在讲了 大家也不知道 现在拍 这是拍拍 等一下我才讲 我不会在视频里面讲 好来 其他同学有问题吗 老师 老师到我来问了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我们家 出来 一开大门 前面就有 我们说那些电灯柱 这个会有什么影响 电灯柱影响的话 就是我们所讲 影响失业 还有影响到前途 都会被 多少会有阻碍 然后还有看了 它是在左边 还是在右边 真正的 真正的 等三等百吗 你没有听过 也就是说 如果是在前面 直直在大门的前面的话 那个是一个很大的阻碍来的 它会影响到 它的健康 会会 肯定会 顶心顶肺 所以 一下子就走了 他的屋主 一下子就走了 就是 从心脏病到走 一个小时内 但是他住在那边 挺久了 是吗 很久了 所以说你看 很像说 我们所讲的煞气的话 他有时候并不是说 你一住进去 他就马上会发挥效果 他在里面的话 就是长年累月 如果遇到了 你的运气差的话 他就会开始 就是这个样子 就好像我们所讲 有一些楼 高楼 连他是犯了某种杀气 那是不是说 整栋楼 30楼的都会死呢 那我们讲说 会辣 迟早都死辣 对不对 只是说了 那一些会被风水问题 影响到 有这个健康问题 或者失业出现问题 或者是 我们所讲的 这个死亡 基本上 他都会先选人的 选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讲 能量或者运气 比较低的 那是肯定的 忽然的话 一种杀气 比如说 我们所讲 一种叫蜈蚣 大家很熟 就是说 你今天窗口 或者大门一打开 可以看到 对面的组屋 或者是高楼 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楼梯 有没有 他的楼梯 就是我们所讲的 高楼 除了坐电梯 还可以爬楼梯上下 不是吗 你可以看到 这个楼梯 那现在的楼梯 由于是 很多是公寓 那未必是蜈蚣 有的是蛇蚣 snake 那我们讲 这一些都会影响 身体的健康 比如说 皮肤病 比如说 皮肤病 好不好 然后我们讲 那不可能 30层的 全部都种皮肤病 对不对 那只有 那些能量比较低的 先种 就是这个样子 好不好 又好像 我们所讲的 万年轻 是不适合 养在家里 或者养在门口 因为那个也是会造成皮肤病 或者是有人跟你借钱 不要还 又或者是严重的 就是我们所讲的 一些cancer 这类的问题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 马上中了 就会马上皮肤病 但是他会先从皮肤病开始 就是这个样子 好 来 其他还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想问一下 如果这种情况上 通常是有距离多远 才是不会有那个杀气 距离多远 那我们所讲 所有的杀气 基本上 都是眼睛看得到为准 而且越近 影响就越大 那比如说 今天这个 200米 300米 300米以外的话 这种杀气 如果是电灯柱 那就没有什么影响了 甚至200米也不会什么影响 树的话 要看它大不大 好大棵 它就是 它是前面电灯柱了 然后对面的马路 就是一棵好大棵的树 应该是五六个人 抱过 那就影响挺大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如果那个树 是在300米以外 那就影响不是很大 因为大树也会变小树 对 与距离 而且我们讲距离的话 当中又会有很多的气场 又会把这个杀气给分散 就好像刚才秀帆问我 他家的大门 那我要问距离 越靠近影响越大 越远越影响越小 就是这个样子 好像很多政府组屋或者公寓 那基本上都会碰到 对面组屋的 我们所讲的刀杀 它的那个地道 它的脚头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说 这个距离挺远的 那你就不用去担心 距离很近的 才要去担心 就是这个样子 还记得上个礼拜 我讲吗 家里的这个 梁萨 梁恒梁 并不是所有的 恒梁 你都需要去化解 除非下面是有座人 有座人 你不要 因为老师讲 这个梁萨 那每天 就带着钢盔在家里面 那就很好玩 对不对 所以说不需要 还有来最后一个问题 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结束 今天晚上 在结束之前 记得去老师的Facebook 动动手指 尤其是帮老师 share share给公众 share给公众 share给public 好不好 share给public 还有 还没有离开之前 老师问一下 大家有什么建议 下个礼拜 想听什么 没有老师就 随便 有什么听什么 对 好 谢谢各位 那我们下个拜三 见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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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谢谢老师 晚安 谢谢老师 晚安 但是现在的话 由于这个疫情 老师每个拜三 在办公室 帮人家调整 气场 现在不能做 所以我们会在 每个拜一的八点 到九点 帮人家调整 气场 然后九点开始 才是我们的 记住 明白吗 所以说你们有 朋友一些身体问题 或者其他问题的 你可以叫 他们八点 好 那晚安 各位晚安 再见 再见 晚安老师 老师 再见 来 平安